大家好,我是夏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宇童 我们今天继续讲反怀疑论证 轮生地球与语部语义外部主义 在此我们需要引出语义学中的另一个争论 语义内部主义和语义外部主义 语义内部主义认为词相的含义 即我们理解它时所知的东西 是一种心理上的想法 而含义决定其指称 比如当我们说高一九班最胖的人时 我们并不需要知道他是谁 仍然可以理解这个词相所表达的意思 假设高一九班最胖的人是小明 则该词相只称小明 因此当我们表述其一知识时 并不需要对其指称的对象 做出承诺这是一种非实在论的观点 而知识取决于人的心理状态 词相的含义无非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故而心理状态决定词相的指称 其意义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之中 显而易见 这是一种心理主义式的看法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描述就是 当我们说苹果是红的 苹果就是我们所知觉到的红色的圆的东西 这个句子的意义由我们心理的想法所决定 与外部世界那个真正的苹果无关 但普特南并不同意这一论证 并进一步提出了孪生地球思想实验来反驳 孪生地球是一个哲学上的思想实验 最早由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 在1973年及至1975年的论文提出 用来说明语意外在论的论点 在普特南之后 许多哲学家也利用这个思想实验 来建立自己的观点 假设有一个跟地球完全一模一样的星球 下面居住着跟地球人一模一样的生物 使用着跟人类完全相同的语言 过着跟人类一模一样的生活 这两个星球完全相同 两者唯一的不同就是水 在孪生地球上 它们的水分子组成是XYZ 而地球的水分子组成为H2O 这两种水除了分子组成不同之外 无论在外观上 在用途上 或是在名称上 皆一模一样 并且这个星球的人 对地球的存在一无所知 当孪生地球上的居民讲到水时 它们的内在心理状况 跟地球人民讲到水时的心理状况 应该是别无二致的 这两个星球的居民在讲到水时 它们的内在心理状况是相同的 所以它们的意义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这两个星球上的居民 在讲到水时 所指的是实质上不同的事物 所以它们的意义应该是不同的 我们假设地球上存在一个小明 即为小明A 孪生地球上也存在一个小明 即为小明B 基于语义内部主义 有 一 我们所知道的东西 对应我们的心理状态 二 含义是我们谈论X时所知道的东西 三 意义无忽于含义 无外乎含义 故意义取决于我们的心理状态 一个词相或语句的意义 只存在于我们的心灵之中 四 词相的意义决定其指称 同一对象可以被不同的意义的词 词相所指称 但只称不同对象的词相意义 必然不同 但是基于孪生地球思想实验 我们可知 五 小明A和小明B在说 我要喝水时 其心理状态 必然完全一致 因为他们对水这种事物的心理描述 是无二的 六 小明A所说的水只称地球上的水 H2O 小明B所说的水只称卵生地球上的水 XYG 八 意义决定指称 小明A与小明B使用词相 水时的指称不同 故其意义必然不同 九 小明A与小明B心理状态完全相同 故词相意义的差别 与其心理状态无关 而是取决于某种外部条件 10 词相或语句的意义是外在的 由此 语意外部主义得以建立 语意外部主义认为 语句的意义并不充分由心理状态所决定 而是由外界条件和所指称的对象所决定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播胡庆言 今天我会读海的女儿 在很深很南的海底 有一个和陆地完全不同的美丽世界 那里面有用贝壳搭起来的一座美丽城堡 海的国王就住在这里 生活充满了欢乐和笑声 国王有几个美丽的女儿 他们最喜欢听老祖母讲故事了 老祖母有一颗神奇的水晶球 透过水晶球 他们看到了船 城市和人类 墓地上的所有事物 都像拥有魔力一样 深深地吸引人鱼公主们 最小的人鱼公主叫做爱丽儿 她总是安静地坐在老祖母旁边听故事 生怕会错过任何一句话 她很羡慕几个姐姐 因为他们听完故事后 就可以游到海面上去看看 在人鱼世界里 未满15岁是不能靠近海面的 谁要是违反这个规定 就会受到惩罚 所以年轻的爱丽儿 只能想象着另一个世界的样子 爱丽儿还是无法控制内心的好奇 有一天趁着没人注意的时候 她奋力地游啊游 游到了海面上 海面狂风暴雨 天上是雷鸣交加 但是爱丽儿并没有感到失望 她睁大了眼睛 好奇地看着这个期待已久的世界 爱丽儿完全沉浸在快乐当中 没有注意到一艘大船正在慢慢地靠近自己 当爱丽儿发现这艘大船的时候 海面上的浪卷得像山一样高 风和雨也越来越大 爱丽儿不但不感到惊慌 反而沉浸在这个刺激的冒险之中 她慢慢地向船游了过去 看到了一个年轻英俊的王子 站在窗口望着远方 爱丽儿深深地被这个王子吸引住了 突然一个大浪打了过来 船撞到了大石头上 一瞬间 船舱里通进了大量的海水 船沉了 王子也掉进了海水中 爱丽儿慌乱在海里寻找王子的身影 她很快就找到了昏迷的王子 并带着她长岸边走过去 小美人鱼 爱丽儿发现自己 竟然不知不觉中 爱上了这个王子 因为放心不下王子 爱丽儿便静静地坐在一旁看着她 这时 远处闪起一点亮光 慢慢地扩大成一圈火把 爱丽儿这才发现有人过来了 她混乱地跳入海里的海水走了 回到海里城堡以后 爱丽儿每天都感到闷闷不乐 因为她始终无法忘记 那个年轻英俊的王子 在海洋的最深处 住着一个海底女巫 传说说 这个女巫可以帮人达到任何的愿望 但是必须要用极大的代价来交换 爱丽儿决定向海底的女巫求助 为了她心爱的王子 就付出再大的代价 她也愿意冒险一事 海底女巫住在一个黑暗的山洞里 洞里总是 密满着古怪的味道 让人闻得昏昏的 而且还会感到想睡觉 爱丽儿感到非常害怕 可是为了见到王子 她还是鼓起勇气 进入了山洞 海底的女巫早就知道爱丽儿的愿望 当她看到爱丽儿的时候 就直接说 你想要去掉自己的鱼尾巴 换成人的双腿 这样容上年轻的王子爱上你吧 我可以给你美丽的双腿 但是你必须用你的声音来交换 而且 如果你将来不能和王子结婚 就会变成海中的泡沫 永远消失 为了王子爱丽儿 答应了海底女巫的这个条件 她游到了海面上 喝下了女巫给她的药水 接着她的鱼尾巴 就变成了一双修长的美丽腿 这个时候 王子正好在散步 她远远地看见一个漂亮的姑娘 她坐在一块大石头上 身上没有穿衣服 只有一头浓密的长发 把自己裹了起来 这个正是 这正是爱丽儿 爱丽儿 不容说话 她用一双蓝色的眼睛 温柔地望着王子 王子完全被迷人的爱丽儿吸引住 她带着爱丽儿回到自己的城堡 爱丽儿想告诉王子整件事情的经过 还有自己在海底的生活 但她不能说话 说好用图画来表示 她画了好多话 然而 王子还是无法明白爱丽儿的意思 虽然如此 王子依然知道爱丽儿是个善良的好姑娘 因为她眼神总是充满了温暖 就这样王子和爱丽儿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日子 他们经常会出去骑马 在桃园上奔跑 性情都玩耍 然而 好景不长 原来 国王早已经为王子决定婚室 他必须和临国的公主结婚 爱丽儿不知道 知道后又非常难过 他觉得自己非常舍不得王子 王子的婚期越来越近了 爱丽儿心中的忧郁也越来越深 王子在船上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一天晚上 爱丽儿一个人站在甲板上轻轻地哭泣 突然他看到姐姐们从出现在海面上 大姐姐手中拿着一把短刀 他对爱丽儿说 像爱丽儿 那猪目已经从水晶球中看到了一切 他说 只要在太阳升起之前 把这短刀刺进王子的心脏 鱼屋的魔种就能解除 你就可以重新变成人鱼了 我们可以一起生活在美丽的海底 大家都睡着了 爱丽儿拿着短刀轻轻地走到王子的床边 他很想回到海底继续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可是他看到王子和公主熟睡的面孔是那么幸福 爱丽儿说什么都无法拿起短刀刺向王子 最后爱丽儿拿着短刀跳进了海里 爱丽儿觉得身体越来越轻 但没有感到身和痛苦的 他觉得自己好像越飘越高 船渐渐地在他眼前变小了 突然他发现自己的尾巴又长了出来 身体变得好透明 四周出现了许多跟他一样的透明生物 并且散发出各种奇异的光芒 当他感到不解时 身旁一个鱼男孩亲切地对他说 欢迎你来到竹鱼天堂 爱丽儿终于明白了 他的善良使自己成了精灵的世界 他开心地笑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那庆岩你有没有听说过 平行宇宙这个观点呢 不太知道 你帮我解释一下吧 好 平行宇宙就是说 我们现在正在生活的是一个宇宙 世界上有无数个 跟我们这个宇宙一样的世界 但是每个宇宙终究会有一点或多点 跟我们目前这个宇宙的不同 就比如在另一个宇宙 我做出了一很大的决定 我不搞音乐了 我搞体育 然后所以我的人生可能是 一整个另外的道路 就是一整个另外的选择 我有可能失败有成功 也有可能在另一个平行宇宙里 我是一个 我是一个很棒的踢足球的人 但是在这个宇宙里 我的体育烂到不能再烂 哦 原来是这个意思呀 那你对这个方面还挺了解 你是怎么知道有平行宇宙这件事的呢 其实平行宇宙目前还是一件猜测 我们不能确认平行宇宙真的存在 但是我之前看过一篇帖子 说有一个人他从很小的时候 一起玩的好朋友 邻居 然后玩到高中 直到有一天 然后一起打球之后消失了 然后消失了之后 他再去问他的其他朋友 他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那个人 然后他就觉得在那一刻 他到了另一个平行宇宙 在这个宇宙里 那个朋友从未存在过 哇 这好像有点 奇怪 可怕 可怕 挺可怕的 如果有一天你消失了 然后你就 你消失了 然后你的朋友都说 你从来都没存在 有点可怕 就是你存在的这个 你从来就没有被生下来 然后你的朋友可能和对方还是朋友 但是他们就是不记得你 哦 那挺有趣的 嗯 也许在一个平行宇宙里 清言你是一个 你是一个画家 而不是跳舞 也许在别的世界 别的平行宇宙里面 你 你是一个放电影的 你是个做电影的 但是在这个世界里 你是个音乐家 非常会来 大提琴的那种 那 清言你有没有看过 一部电影 就 Everything Everywhere 我没有看过 我没有看过 但是我听说这个好像跟平行宇宙有关 哦 那我估计 Everything和 Everywhere All at once 的意思就是 所有事情 在所有的宇宙 平行宇宙里面 都在一个世界 一个地方出现 是的 但是 如果我们是用平行宇宙的概念的话 这件事是不可行的 因为总有一个宇宙 会做出跟这个行动不一样的理念 就比如 我有可能在其中一个平行宇宙里 上课的时候 突然站起来大喊大叫 然后之后我就被 Suspend 然后Suspend 回到学校之后 我再次大喊大叫 然后最后 孤独的 什么都没有学到 老去 哦 所以 所以 宇童 就 永远不会 再见面了 所以宇童 彼此就不会 再见面了吗 如果是说 如果是说 所有平行宇宙里的宇童的话 那么 平行宇宙 每一个平行宇宙分割 就是每一次你做选择 然而 在我的想法里 如果是做选择的话 那么 你可以有无数个选择 因为之前我也在上课的时候 想过这个话题 如果我现在站起来 开始大叫 那会发生什么 在这个世界里 我并未如此选择 但是万一在哪一个世界里 受到我从小长大的影响 还有其他的因素所在 也许我真的这么做了 那么 就会分割出 一个 另一个全新的 不同的宇宙 然而 要是还有一个宇宙 我也在这么想 如果我突然站起来 大喊大叫呢 但是 我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 俗勇其他人 站起来 大喊大叫 这也是一种可能 所以世界上 有无数个 有无数个平行宇宙 有无数个宇童 我觉得 应该有一个宇童 跟我 会有很多宇童 跟我做的事情 没有太大的区别 也许只是哪一天 决定吃的 不同的早饭 所以 我觉得 现在在 另一个平行宇宙里 也有另一个宇童 正在想着 还怎么跟你解释 平行宇宙 那所以 所有的宇童 都不知道 彼此 对方存在 如果是 让我来说的话 我会相信 有其他的宇童存在 但是 我 无法证实 这件事情 并且 我从未 真正的见到 另一个宇童的存在 所以 哪怕我相信 这个也不能 被称为一件事实 那亲眼 你相信有其他的 亲眼存在吗 我觉得 应该有 因为呢 每一个人生 都有 不同的机会 所以呢 你这些 各种平行宇宙里的 你 就是 你 你选择 不同的道路 的一些机会 展示 出来 所以 虽然你不知道 但是 还是 可能有这个 就 有这个可能性 你看来 你学的 很快 嘛 嗯 那 那亲眼 你希望 真的有 平行宇宙吗 嗯 我想 有平行宇宙 但是 如果 我不能 从一个宇宙 穿越到 另外一个宇宙 那就 有点 没意思了 我觉得 你呢 嗯 我想 真的存在 平行宇宙 让 其他世界的 我过一次 完全不同的人生 在每一个世界的 我都可以有 完全不同的选择 然后 因为 大家都是生命 也许 在另一个世界的 宇宙 现在也在 这么想着 但是 希望 有哪一天 我成了真正的 科学家 然后 我把这件事情 解释出来了 能带你 穿越到 另一个平行宇宙里 见另一个青年 哈哈 那有点奇怪 什么时候 青年成了 两个不同的人了 去带你 见另一个 跟你做出了 不同选择的青年 嗯 那青年 你还记得 去年的春晚吗 记得 上次春晚很好玩 我们看了 一些同学的表演 嗯 还有 紫涵还出去 买奶茶 不带我们 是 他去了 不带我们 不仅不带我们 还没给我们 带回来 奶茶 而且我们 根本不知道 他去了 好像还是 后来雅秋老师 告诉我们 才知道他 哎 他和谁去买奶茶 我也不记得 都不记得了 那我们今天 怎么报复他 哦 上场他不在 我们买两杯奶茶 买三杯奶茶 然后最后一杯 我们俩分整喝掉 我是这样的 给所有的工作人员 也不是所有的吧 反正就给 雅秋老师 和那几位 呃 同学 一人买 一杯奶茶 我们自己呢 买两杯奶茶 然后呢 紫涵在那边 孤零零的 喝着半杯奶茶 然后你认为 半杯奶茶 可以报复他吗 我们去年 一杯都没有 喝到 我们去年来 连 那我们去年 是他比我们 多一杯 今年是我们 比他多一杯半 那你需要吗 很多的奶茶了 因为今年 今年的那 有好多个小演员 哦 那大概有几个呢 我们应该买几杯奶茶呢 如果你不要算 其他所有的 staff的话 那我们一共有 11位选手 还有雅秋老师 12位 再加上我们俩 13位 14位 一共14位 不算紫涵 然后那你就需要买 15杯奶茶 先给每个选手都 和雅秋老师都发一杯 然后还剩3杯奶茶 那3杯奶茶 我们一人喝一杯 然后剩下的 最后一杯的一半 分成两半 其中一半再分成两半 然后我们俩一人喝 那一半的一半 0.25 然后再让子涵 喝那0.5 我觉得 我有个新主意 我这个新主意呢 是把所有15杯 我们自己喝了 喝不了 喝完会得逃尿病 我记错了 其实有16个 因为有两个子轩 哦 两个子轩 一个是真子轩 一个是假子轩 一个是平行宇宙来的子轩 一个是地球上住的子轩 我真的希望 会有另一个子 会有另一个语童 和另一个青年 这样我就可以space travel 然后不是space travel 是平行宇宙 travel 然后带着你 去把所有的青年 都挤在一个地方 然后最后我来分出来 还要把所有的奶茶 都挤到一个地方 把世界上所有的奶茶 都分到一个地方 那万一有哪一个 平行宇宙没有奶茶呢 嗯 那也是 我最喜欢喝奶茶了 你呢 嗯 我也喜欢喝 没有奶茶的那个平行宇宙 一定很恐怖 是 那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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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